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條影片大家就是學第38課 38課其實很簡單,這條影片應該是很短的 38課是學什麼的呢? 就是學molar volume of gas 首先說什麼叫molar volume 如果讀VS的同學就會很容易明白 簡單來說,就是molar volume 究竟它擁有多少的 volume 這個概念就是molar volume 就是molar volume 究竟它佔有多少的體積 首先簡單地告訴你,就是solid和liquid 1mol的solid和liquid 不同的體積都會很不同 譬如大家一定知道 有些東西,譬如 你知道mercury的密度 比起很多其他東西都是更加高的 所以mercury會沉在很多東西下面 的確是的 然後水的密度又會低些 所以1mol的mercury佔有的體積是15cm 應該dm 但是水是佔多些 為什麼呢? 它密度高些的話 它molar volume就是小一點 它密一點 就像冰和水的概念 所以molar volume of gas和solid 是很不同的 因為highly depends on attractive force between different particles 所以這個就是你要懂的東西 說到這樣很簡單 接著就到這一課的重點 就是molar gas volume molar gas volume 但是這本書極多廢話 我們直接跳去結論 這本書第三頁 我們跳兩頁 第四、第五頁我們都不用管 我們直接跳去第五頁講結論 大家看看就可以了 現在左邊是列出了一大堆氣體 hydrogen helium nitrogen oxygen 很多 但是他們的molar volume 我們一定是要講 在standard condition下的molar volume 因為如果你不是講 同一個狀態比較 就沒有意思 因為氣體會膨脹得很快 但是液體和固體膨脹的程度 都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所以我們通常說molar volume of gas 都是一定要講它在standard condition 就是room temperature 和room pressure 你一看 你看到這裡 你就會發覺的了 我們這裡提到的所有氣體 它的molar gas volume 大概都是24個dm 這個跟液體和固體很不同 原因是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 我特意插了這張圖在這裡 這張圖你本書沒有的 就是什麼呢 在solid和liquid的狀態下 那些particle之間的距離比較短 比較窄 比較近的時候 它的attractive force的大小就很影響 而且它的粒子排列 得緊不緊密呢 是很影響它的density的大小 就像冰和水的觀念一樣 粒子排列不同狀態 就會很不同的density 但是去到gas的狀態下 因為gas的狀態下 那些粒子距離很遠 那粒子距離很遠 基本上它們的attractive force between particles 是大約是很小很小 幾乎可以忽略的 所以不同東西 如果它在同一個condition下 都可以變成氣體的話 其實它們佔據的volume 就不會差很遠 不會差很遠的 那所以呢 大家也知道Avogadry constant 其實Avogadry是一個人 Avogadry其實有一個法律 Avogadry的法律是在說這個 就是在說不同的氣體 在room temperature都是佔據同樣的體積 Avogadry的法律是在說這個 那旁邊這幅圖就在你本書裡面 不過是在你本書後面的 即是它放在很後面的跟你說 那這個圖其實就顯示了剛剛那個概念 不理它是一個DM cube的carbon dioxide 一個DM cube的oxygen 一個DM cube的sulfa dioxide 一個DM cube的Evane 它全部都是氣體來的 所以它在氣體的狀態 你看到全部都是有五粒的 一個DM cube 即五粒是一個假的數 但是那個概念是這樣的 不知道同學是否明白 那所以呢 你在這一課裡面 學關於molar gas volume 最重要的觀念 就是一mode的氣體 在vroom temperature 就佔它24個DM cube的體積 那這個概念 只是學這個 一樣東西 但是這一課書 你就要做一些題目 因為跟你學計模式是一樣的 就是你要練一練它 我就不跟你說太多題目了 我做一兩題就留給你自己做 那就去到你本書後面這一頁 第七頁 Example 38.2 看看它說什麼 我很快就說了 Calculate the number of moles of the following gases at room temperature 這裡首先7.6個DM cube的CH4 7.6DM cube 我們剛剛講過 所有氣體的話 它都是24個DM cube 每mode 每mode 那怎樣計 一mode就是24個DM cube 那7.6mode是多少 7.6DM cube是多少 7.6除24 那就算到0.317mode 如果你喜歡用數式去表達 其實是有條formula N等於V除以Vmolar 什麼意思呢? Number of moles Number of moles 是等於Total volume 這個是Total volume 這個是Molar volume Molar volume of gas 這個是Number of moles 所以其實可以連結了很多條例子出來 你學過什麼是等於Lumber 是等於Mode 你學過大N除L 你也學過M除MM 所以有很多條式都跟Lumber of moles有關 其實還有的 你學過MV 就是計Titration的時候 MV等於MV 就是這樣去用 這條公式 我不說太多了 留給你做exercise 那我這一課書 就出了一張Google form 給你去做 十多題MC 那樣 給你看一下不同的題型 那有一部份 我給你選擇你做不做的 有一部份 就難一點 那些大家都做得去 好嗎? 那就是這條影片 OK? OK?